两只雪橇犬一边拉着雪橇 一边上下摇晃非常有魔性 仔细一看才发现 它们不是真的雪橇犬 而是电动狗 新奇的滑冰车一推出 就吸引大批民众前来体验 太爽了 一块一摇就好好玩 这款雪橇犬电动滑冰车 是北京一合园一家冰厂推出的 有将近30台 每一台前面都有两只电动雪橇狗 一边前进一边上下摇动 许多游客跟当地居民都前来朝圣 体验了大多是老人跟小孩 每隔都玩得不亦乐乎 意犹未尽 许多网友看到影片后也赞扬 认为以往用真的狗比较残忍 这个方法更人性 另外在辽宁沈阳也有创新的拉雪橇活动 在结冰的湖面上 有一辆遥控车拉雪橇载人 一次最多能拉动两个人 而且车主非常好心 免费让大家体验 吸引民众前来玩耍 不管是电动雪橇犬还是遥控车 都让冰上活动变得更有创意 让人耳目一新 也为寒冷的天气带来更多欢笑